Stanley 什麼時候 一一讓你FALL IN LOVE的時刻 那你感受到愛 如果你們有愛的話 讓我FALL IN LOVE的時刻就是 愛我就跟我一起洗澡 你還是什麼時候 就很難達到 人家前面講得這麼浪漫 溫馨接送情 你現在突然急轉直下 怎麼搞到洗澡去的 你想像應該是說 我覺得夫妻就應該要有肌膚之親 這不是很正常的嗎 你有看我老婆洗澡吧 我這還好 我現在連被子都分開蓋了 不然我們先來解決 你渴望依依跟你一起洗澡 他們怎麼都變阿福了 因為你覺得那是愛的表現 可是依依並不想跟你洗澡 甚至從來沒跟你洗澡 那你有這樣的一個念頭 有這樣的渴望 表示你以前有這樣的經歷過 以前誰跟你一起洗澡 以前誰跟你一起洗 你說 以前女友不是嗎 以前女友跟你一起洗澡 我沒有 為什麼沒有 這不是很正常的嗎 Michael人家在醞釀晚上的情緒 你已經沒了 沒了 這不是很正常嗎 擦掉 Michael已經沒了 Michael今天有難言之以 因為他晚上有那個 對 Michael先自保 你已經豁出去了 你分數成算 你分數成算 然後我覺得這個 等一下 你說以前的女朋友 會跟你一起洗澡 這不是很正常的嗎 你怎麼在現在這種地方 講前女友的故事 不是 你這樣問我 是前幾任次在 依依依之前的前幾個 不是 因為我覺得洗澡 不管洗澡也好 不管牽手也好 這東西不是很正常嗎 就算是 牽手正常 牽手正常 我們針對洗澡這件事來討論 可是洗澡這件事 我反而覺得如果結婚 因為你有一輩子這麼長 你不 我覺得你就應該要保持一個新鮮感 不要隨隨便便 好像你都可以不穿衣服 在家裡走路 然後隨便便 他一開門 有時候我在上廁所 他也這樣開門 我也覺得很不好看 上廁所開門真的 對我們來講是 然後有時候我洗澡的時候 就是真的很狼狽 會泡泡什麼在那邊洗 然後就突然一開門 我就會覺得很 好像很不尊重 就是我還是希望 他看到我的時候是妹妹好了 魏莉妳會渴望跟子晴一起洗澡嗎 我們偶爾會啊 不是 人家新婚 新婚 就算沒有一起洗澡 我有時候他在洗澡 我以為進去 然後把那個 站在那邊 站在那邊看一下 你知道嗎 搬個椅子在旁邊嗎 他就是把我當動物 他就在那邊讓觀賞 我覺得很浪漫耶 對 我覺得那玻璃窗裡面 那個洗 他就覺得 人家在看動物一樣 而且他該不會只擦掉 那兩點吧 他其他動物的 那三點 沒有 他會再擦第三點 對 只擦第三點 你知道婚前 好 你講完洗澡 婚前 如果他在洗澡 如果 沒有 我們在交往的時候 男女朋友的時候 他只會在洗澡 我開門進去 他是會把我轟出來的耶 我連那個擦那個玻璃的機會 都沒有耶 那你太大聲啊 你來給他重一點嗎 他就是不喜歡人家看他洗澡 對 而且我沒有 真的要去看他洗澡 而且我其實有一點 對我自己的身材沒有自信 我覺得我在 反正我覺得每個人 狀況不一樣 我就是覺得 我對我自己身材沒自信 你就突然這樣子開門 我會覺得我的狀態 對 我狀態不是很好的狀態 然後你來看 她是你老公 還有什麼狀態不狀態 就是因為身老公才會 對 縮小腹 對 擺放 我們要 擺身心 對 女生 我們也有自身心 我們也不希望你們看到我們 就是肚子很大 對 因為洗澡很放鬆 從會駝背啊什麼 對 很難看耶 就是不是我覺得 比如洗澡的時候有時候狼狽 你洗澡什麼 你不是美美的那種狀態 我們還是希望你們覺得我們是女神 對 我還是希望你看到 我的身材是性感的 而不是狼狽的這樣子 所以你覺得對你來講 愛的語言是 依依如果跟你一起洗澡 沒有 我覺得這個是一種 我覺得是 我應該是說 我覺得是個意願的 是個 親密感 對 是個親密感 然後我就說 因為我知道她不會這樣子 所以那一次 我們剛結婚完 我就說 如果 因為我有點嗆她 我有點 我覺得她做不到 妳怎麼嗆 我就說 如果妳今天 妳愛我的話 現在馬上進來跟我一起洗澡 這是情緒勒索 我們在這裡是情緒 剛親緒的時候 而且越嗆我就越不想進去 稍帶一點窩囊感 結果她就真的進來了 你知道嗎 反正進來說我就嚇到 然後我就覺得說 OK 所以你真的 這個時刻你是愛我的 那我有得到這個 所以我有點感動 那我 其實我也滿扁扭的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這樣子過 所以我們就是各洗各的 洗完就 這種時候要喝一點酒 喝一點酒 你們背靠背喔 對 背靠背 他好好的 就自己洗自己的 然後洗完就說 我又覺得有點怪怪的 北風 兩人背靠又翹腳 北風 不是 穿了道跑又束腰 東風 出了棺材還戴帽 西風 什麼東西 所以她跑進 她進來 現在我已經洗得差不多了 所以她進來的時候 我有嚇到 然後我又覺得怪怪的 好吧 那我就自己洗一洗 是不是很尷尬 很尷尬 她都進來了 妳就一不做二不休 妳就幫她洗一起來 妳要主動一點 妳主動人要人家洗澡 進去 妳還背這一背 本來依依可能期待妳幫她洗 是幹嘛的 我在想海太熊 他們兩個會不會愛的語言 都是比較被動似的 沒有 其實你們兩個人的路線 很不一樣 妳剛剛聽依依講就很清楚了 她其實也不是不讓妳碰 她是擔心自己在妳眼睛當中 看到那個她不是夠完美的她 所以這才是她的碰點 妳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之前 妳可不可以碰到她的 我是覺得妳 所以這才是關鍵點 但是我現在要教妳一個撇步 就是這個撇步就是 妳兩個禮拜不要碰她 我已經兩 她兩年了 她剛才撇步 2年了 對啦 只有通告才會見面 平常沒有通告還不見面 我們節目 我們不是故意要挖人家隱私 他們自己想想的 她2年了 沒有觸碰 對 上次見面就是妳家游泳池那次 上次 不要亂講 上次他們兩個互動就在我家游泳池 對 你不要亂講 人家是 依依妳在什麼樣情況下 妳會覺得跟她有肢體碰觸 妳是覺得可以 就是我覺得 氣氛要對 心情要好 可是因為現在心情要好是因為 就是小孩的事情要弄好 之後才有 才有辦法去 我的頭腦裡才有辦法 裝得下這些東西 可是 所以妳要先做這個 妳要先幫她做一些 撇步 減撇步的事 然後安排好一整天之後 晚上才不會炸鍋 對 就是這樣子 真的 對 是不是 妳要幫她減輕她的負擔 小孩都撇好之後 要怎麼摸都可以 其實我真的有 對 我最心甘情願 小孩我幫妳戴 沒有 沒有 其實我有 而且我沒 有必要可以幫妳戴 我現在幾乎都 因為她最近工作比較忙一點 我其實都會主動跟她說 妳如果累的話妳就自己出去 妳要幹嘛 去購物 去住一晚 去回娘家都OK 上個小時在家裡就好了 我會顧著她 她就會嫌我說我都沒有顧好 然後她就要自己來顧 所以變成說她自己也做 她自己也做累 但是她不把這個東西放不下 有些人不太喜歡自己碰觸 其實跟自己碰觸本身完全沒有關係 其實她的生活太緊張了 抓了很多的東西 然後又無法放下 那身邊的人可能就要扮演一個 可以幫忙她的角色 但是我們就會很辛苦 因為妳怎麼做對方都不滿意 對不對 一定就會這樣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就是妳可能也要有一點就是打個折 比方說她大概沒有辦法跟妳一樣 這樣照顧小孩 八折 七折 可以啦 我都打一折 兩折的 我就很高興了 她就是有做到一折 兩折 有一點點好像看起來好像有那個 想要模仿我對待小孩的方式 我就會覺得比較安心的 子安妮妳們現在 我就會懂她的心意了 現在出門會手牽手嗎 不會 不太會 而且妳知道最近 而且是我小孩啊 她就說 她有她前一陣子 她很常常就會告訴我們說 媽媽 為什麼妳跟爸爸 從來沒有牽過手 然後她上個禮拜才跟我講說 來 我們來牽手吧 我們 而且在小孩面前 她說 我們現在要做給小孩子看 我們要牽手 要抱抱 但是不准親親喔 對 對 我叫她這樣做給小孩子看 不然怕小孩子以後不敢碰女生 對 但是我又覺得很生氣啊 為什麼這個東西要 要用做的 演給妳 要用演的 那為什麼還要設定條件 不能親親 會覺得很尷尬啊 不是 太久沒有親親了 真的太久沒親親了 我女兒會領養 領養我跟我老婆要親給她看 對 女生會啦 男生比較 我們就親啊 她還蠟雞咧 對啊 我都... 等我女兒再大一點 我應該不用再採預約字了 我會叫我女兒說 領養那一種事情 會不會太早什麼 直接 會不會害女兒壓力太大 我要回去教我一下我兒子們 那怎麼辦 對啊 沒有 妳說的其實就是要見進視 就是國外的研究有發現 夫妻如果太久沒有肢體接觸 一下要親兩個都壓力超大的 所以可能最低階的就是 譬如說我拿杯子給妳 然後妳接過我的杯子 我的手碰到妳的手 這樣我都會害羞耶 然後慢慢慢慢 所以妳都害羞 真的嗎 Michael說他們兩個 連被子都蓋 不蓋同一條 對啊 我們現在蓋子都沒有蓋在 蓋子不蓋 蓋子 蓋子 怎麼說 對啊 她就是 就是我們現在睡在床上 我們是金尺寸就罷了 然後我們的被子還分開 然後她就說說怕小孩子 我覺得是藉口 那不是兩個單人床的意思 對啊 可是浩如很奇怪 那為什麼要分成兩條被子 對啊 為什麼要分成兩條被子 因為我會習慣捲被子 妳就捲妳的啊 我就捲到她就沒得蓋了 沒關係啊 對啊 我就會怕妳 我就會抱住妳啊 妳把我捲過去 她小晚上睡覺抱住妳 很浪漫耶 浩如 她真的今天晚上講那個 她現在講話 浩如 你晚上就讓她抱嘛 沒關係啊 那她睡覺很不自在啊 女生到後來有一種 恐懼感妳知道嗎 生完小孩會 就是說男生只要一 一碰到她的肉 男生會一發不可收拾 妳知道嗎 都說沒關係 我只是抱抱而已 對 就跟女生說我只是逛逛而已 對 都騙人的啦 對 她逛逛就會買啦 男生說我只是抱抱而已 屁啦 對啊 接下來就是要那個了 我覺得是很多 女人生完孩子以後 特別明顯 就是妳會覺得 我不曉得 我曾經看過一個報告就是說 女人生完孩子 因為妳每天跟孩子抱在一起 妳從哺乳然後抱在一起 所以妳一個人 她需要的肢體的接觸已經滿了 所以妳一旦晚上想到妳的先生 可能妳要那樣 然後妳就會覺得說 好累 還要 還要再處理一個 可是早上妳已經從早抱 小孩抱到晚了 所以這個會是一個很危險的一個 所以太太們要稍微調整自己 因為我們是媽媽 但我們也是太太啊 我們要記得 因為他們 先生不是我們的孩子啊 他沒有被抱到啊 對啊 只有小孩被抱到 所以先生也 我們好多多喔 也很可憐 對啊 美愛妮姐講的那個叫做 親和需求啦 就是每個人都會想跟對方親近的需求 然後他跟那個 Oxytocin就是缺產 那個催產數有關 但是在生下小孩之後 他們國外研究發現 爸爸跟媽媽跟小孩的催產數都會增加 那怎麼樣解決那個問題呢 就是爸爸要有一半的時間抱小孩 媽媽有一半的時間抱小孩 這樣子才會 爸爸有機會可以抱媽媽 可以理解嗎 我為了抱媽媽還得先抱小孩 沒錯 就跟剛剛那個SOP一樣 然後先讓他 就是你的身體的接觸 已經被滿足一半了 所以你對老婆需求不會那麼高了 我要抱小孩自己也要先抱貓 貓要幹嘛啦 要抱貓要幹嘛 貓也可以 就是寵物也OK 因為小孩愛貓啊 所以有抱貓小孩 如果說譬如說像你可能比較忙 然後你太太常常在抱小孩 然後你回去覺得 今天又沒有跟我 那你就可以抱貓 因為近年的研究有發現 貓也可以增加催產數 你自己的 所以也OK 如果你從太太身上得不到 就從貓身上得到 麥可 我們現在 從今天開始我們都來抱貓好了 對 養一個 一隻不夠養三隻 我們現在要回到這一組好像 每次來好像就比較屬於標靶這樣子 依依讓 Stanley讓你放在愛的時刻 我覺得男生就是在危急的時刻 會保護我 對 但是我講的不是他 是,我之前的某一... 我覺得男生要怎麼樣對我 我才會... 我才會覺得就是BALL IN LOVE 這是在幹嘛 他講他渴望跟人家一起洗澡 因為前女友跟他一起洗過 你現在講說危急的時候保護你 然後也是前男友 曾經幹過這樣的事情 對 企劃是不是給你們另外一個腳本 亂以為 對 你們是不是真的拿錯腳本了 對,會不會笑自己啊 對,我們怎麼都會講前任的好 因為像我之前 有一任男朋友在交往的時候 然後因為我們就一起去拜訪我的某個朋友 然後他住在五樓 然後頂樓 舊公寓還沒有電梯喔 然後又還頂樓夾蓋在六樓 然後他就那時候就載我去 然後還陪我上樓到六樓這樣 然後他就自己又走樓梯下來 然後過不久呢 我在那個女生家裡待一下之後 就開始地震了 因為六樓我覺得晃很大嘛 然後晃一陣子之後 我就聽到他們家就叮咚叮咚 好像又有人要來了 結果一開門是我那一任男朋友這樣 那以後熱淚盈眶 對,然後重點是他 也不是說我真的地震房子有怎麼了 而是他是 所以他又折回來 然後又爬樓梯爬到六樓 來看看我有沒有好好的 有沒有看我在害怕這樣 我就覺得好感人喔 就是... 被愛包覆 可是啊 前陣子也地震了 史丹利怎麼表現 他... 史丹利他就是每一次睡覺 就是地震他一定都是... 那個搖不行嘛 然後... 要不然的話我就會跟他... 我就會把他邀請說 那個... 地震了 他就說沒關係啦 真的地震了 因為我們住十幾樓 他說真的地震了 你要怎麼樣 也逃不掉這樣 然後我就... 我想說你好大要安慰我一下 因為我看起來就很害怕啊 然後有一次... 我這就是安慰啊 對啊,也是 不是,他就是...意思就是... 他就是... 他貨打 就不用管啦 這樣,他就不用管 他就是毅有命啦 富貴在天啊 該死就會死啊 對,他就跟我說 你要... 反正你要死也逃不過來的那種意思這樣 然後有一次就是... 他剛好... 因為我們家就是有樓梯嘛 他剛好在那個樓上 有一次地震很晃 他居然這樣很驚慌的跑下來 然後他跑的時候 比地震還恐怖...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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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快一百公斤的人這樣 他跑比地震還可怕啊 我是非常那個跑步嚇到 因為本來在晃了 也就咚咚咚咚咚咚咚 然後我就... 怎麼了,方姿怎麼了 然後突然看到他衝進來開門說 地震 就地震這樣 然後我就說 沒關係 我那時候心裡只覺得說 算了,就是只能認了 就是我的老公就是這種個性這樣 然後我從小大大 其實我什麼都不怕 但我就是怕蟑螂 可是我有一次就是晚上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有蟑螂 結果他比我還害怕 結果他就跳到床上去說 哪裡 不要找我這樣子 沒有 就沒幫忙 你稍微幫忙弄一下 你連蟑螂 你想要一起洗澡 你總要有一點付出吧 你做點事嘛,Stanley 現在真的沒有那麼怕了 因為他們比我更怕 所以我必須要... 我還是... 家裡還是抓障的那個 對,還是站出來啊 現在有克服了,對 真的就是沒有辦法愛情 看到他的樣子 午夜夢迴還是會懷念起前男友就對了 沒有啦 不會啦 OK啦 這個依依跟Stanley 也滿可愛的啦 是啊,可愛啦 說真的,老夫老妻 很多事情就是 如果我們現在觀眾是熱戀情侶 他們就說他們怎麼會不牽手 怎麼會不一起洗澡 過了20年就知道了 那我跟你們講真的 老夫老妻真的 有的時候就不太會去做這些事了 現在你們覺得說好奇怪 等你們結婚超過10年 你們就知道了 真的